大家好,再分享个消息 B2B成员郑义勋2020年被爆出了自从2016年开始吸食大麻 他自从认罪退出团体以后便接受了相关单位的调查 4月初开庭,他在两年半内与7位同伙共吸食大麻高达161次 已构成了惯性吸毒罪名 对此他在庭上认了所有的罪名并表示真心在反省,很抱歉 5月20日二度开庭,结果出炉 他遭到检方求处4年有期徒刑 但他透过律师求情,盼望可以减刑 郑义勋自从2016年7月5日到2019年1月9日 近两年半间与7人同谋,共吸食了161次大麻 一共花了韩币1亿3300万购买毒品 一起被起诉的7人也全部当庭认罪 5月20日二审,他被检方求刑4年有期徒刑 罚款含币1亿3305万5千元 剩下的共犯分别被求处3年、2年以及1年半有期徒刑 他的律师向法官求情 被告人目前已深切反省中 人生第一次接受调查,甚至站在审判台真的感到非常害怕 年纪轻轻成为练习生,展开演艺活动 导致心理上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但这些压力透过吸食大麻的错误方式排解 郑一勋的律师说道 郑一勋与家人因为这件事件被媒体报道出来 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折磨 绝对不会再碰毒品 周边的人也会说帮助他 盼望法外开恩 法院将于6月10日宣判 媒体分析判决结果可能会比检方求储的4年举计徒刑还要低 太可惜了,在这个花儿一样的年纪 还是,哎呀,就吸食大麻毁了自己的一生啊 谢谢